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枪枪三人行》 小木来了 小木你现在在日本多还是在中国多 在日本比较多 这次到中国又出新书了 当然咱们记得 他出名是歌舞伎厅暗内人 对 所以今天 这是新版 最新出了个新版 还有别的书 小木现在关心的问题就多了 对吧 但是我还是比较感兴趣 你当初关心的问题 那是我的原点 原点 尤其是今天的问题 你看他到中国来 有时候也了解中国的形势 刚才他跟我说 原交都上中央台了 我说这个话得说清楚 原交不是上中央台的人 你怎么觉得是原交上中央台 他是那个名词上 是日本来的名词 原交本身是从日本开始 对援助交际 对 你知道中央台报的新闻 最近成了一个大的话题 我的姓学老师李银河博士 还奋笔记书来着 就说上海检方检察院这方面 向媒体披露上海最近破获了一起 大概有20多个女中学生的卖淫 未成年最大的不超过18岁 最小的大于14岁 反正差不多这么一个 就是说 但是检察院这方面感觉有点后悔 就是因为他跟外界说的时候 用了原交这么一个词语 一个词语 那么他说 就说其实就是未成年人卖淫 对 对吧 但是他说原交好像更让我们理解的 这个意思是说 小女孩要零花钱 喜欢享受 为了买个包 就跟叔叔睡觉 然后挣点零花钱 对而且形成一个圈子 就是这小妹之间互相介绍 自己找了一个打电话 又把自己的同学介绍给叔叔拜拜 就这么样的一个小圈子 来点小木你很熟了 你是搞这工作的 不是不是 你当年跟这个圈比较接近 对对对 你怎么看中国这事 其实我想不管是日本的时尚也好 服装也好 美容也好 那都会影响其他国家 那这样的原交援助交际 当然也会影响我们社会主义中国 然后在日本的这些中学生 初中生到高中生这些 做这些是 当然是很多 而且不要说是跟叔叔睡觉 跟爷爷睡觉的也有 哦 睡得心脏 对对 因为他要的是钱 但家里已经跟他准备好了学费 不 是说我不太懂 为什么单独讲他们这个少女 原交 比如说是他们要的钱 比成年妇女合法卖银的那个 是贵呢 还是便宜呢 一般年纪大的人 就都喜欢年纪小的女孩子 幼稚 幼稚 所以这是一种爱好 所以形成一股风 很多年前就有 所以在日本实际上还是抓得很紧的 比方说名人的一些演员 像这样的主持人 对对对 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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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你还没去过吗 没错 那个还有政治家 还议员 都会有可能这种事 因为他一喝多了以后 他也没去问对方是多大 结果是后来自己爆出来的 有些女孩子就故意射圈套 所以做名人家要注意一点 对 在我们中国也是 人家给你比如说发微博 什么的 我看过香港一个电影 叫什么叫喃喃 我觉得电影拍的挺真实 其实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大陆现在已经这样了 我知道在香港 挺多这种小孩子 小女学生互相介绍 他有时候你比如说 你知道吗 就在网上看见一个LV的包 这个包这女孩等了一个月了 买不起 对买不起 然后就发出去 就拍卖我的出业 我出业 1万块钱 很多男的就在网上买 进驾 然后找一个地铁站门口见面 看好了 不是骗人的 或者不是警察 就交易了 交易完了 觉得不错的话 又介绍给自己的小女伴 说你想买这个衣服 你也可以找他 对 对对所以日本的为什么当年名牌在日本是卖的最好的 内币的包啊这些名牌的包都是日本女孩子喜欢这个东西但他学生他只有学费和生活费他没有人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去买这个包他只能做这个 而且他到了一定的年他有这个信誉的他自己也有这个信誉的需要 需要他你还有这么一种理解他他他不是完全是为了这个单纯的钱因为他也可以找一个不是爷爷不是叔叔找个哥哥也可以 甚至搞好了有时候跟哥哥不要钱也他也有这种行为 所以援助交易这个词为什么要有一个新词啊 其实他很暧昧 你第一他跟传统的那种卖淫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就是第一他不是那么职业化 嗯对 他不是说全职的他不是一天可以同时对对接多少人 他是他是我今天来放假放暑假这个多干点 炒钢 对对对他是很业余爱好那种感觉 然后呢第二呢他那个所谓的收费有时候不一定那么制度化 然后第三呢他也不是说真的是有时候他还真的比较比如说你接课的话 纯粹记者接课有时候你不能计较太多 嗯但是小女孩挑课呢他会考虑一些别的事情 比如说看的顺不顺眼啊合不合得来啊什么 所以他为什么他强调交际那一面你看他是援助加交际啊 我你说交际那一面呢 据我所知啊最初确实是交际 他们说日本怎么有这个圆交这个词啊 就是二战之后 当时日本人都乃都没法过日子了对吧 有些寡妇或者生活困难的女的 说说日本圆交这词最早是这么来的 他们那个时候确实不睡觉 就跟一些孤寡老男人呢 就是陪吃饭陪酒陪聊完了之后各自回家 所以这个词最早的时候管这个叫圆交 圆柱交际 但是到后来咱们清除伊兰 圆柱新疆了 圆柱新疆 而且台湾也挺热 他们找了一段都说台湾有那个洞新闻嘛 台湾有一段新闻咱们可以看一段就关于这个圆交的 我们了解一下 台妹贤价航空 十三个四包飞机餐啊 这么便宜 没有担 不是这些飞机餐 是只买手口不买新的援交啊 台北一个女高中生 老爸不让上网又没收手机 暑假为了赚钱便还交 但他只会帮人口交和手饮 收费五十至一百新台币 即是十三个四 之二十六个八港元 交易了六次 最后不幸被人强奸了 老师知道就报警 女生的爸爸 知道个女儿为了钱搞成这样 都很心痛啊 这个李银河博士啊 好多人不了解他是个学者 好多人以为他是个性欲狂 对吧 实际上呢 我倒觉得啊 他还偏保守了 就是说 呃他最近上海中学生败因事件引起全国震惊嘛 李银河发声明 发声明呢 我觉得他的这个声明啊 就跟我对李银河的很多理论一样 讲的特别有理 但是呢 跟现实好像不太吻合 跟五千年的卖银嫖娼史啊 他你看他讲啊 他说 社会学调查表明 卖银业在中国越来越不依赖场所 越来越成为个人和个人之间的一种交易 所以呢 取缔罚款劳教根本不能肃清 是一种完全无效的政策 这个政策不仅无效 而且可能会造成警察腐败 官员腐败和黑社会的涉足控制 所以他说要想根本解决卖淫问题 必须要做的工作 包括就李银河的观点是认为啊 一个社会根本就不应该存在卖淫这种行为 这是丑恶的 所以他说呢 怎么解决呢 一个理想的社会 应该是没有卖淫的社会 性应该完全是自愿的 免费的 平等的 是为了快乐 而不是为了换钱的 这话说的我们多爱听 我没钱吗 只有这样社会的风气 才不是低俗的 而是高雅的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现有这政策啊 你打击不了这个行为 所以他就说得加强教育 这个人格教育 告诉孩子们 不能拿性换钱 应该拿性换乐 你记得吗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 我们我们一帮朋友 初初看的时候有点惊讶 为什么 因为他一方面有理应和一贯 强调那些论点 我们都很熟悉 比如说信的平等自由开放 但是同时他这回是 名正言顺反对拿性交易金钱啊 这个观点我觉得就跟他 以前说过某些好像有点不太吻合 有点怪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观点的核心啊 其实我们倒很熟悉 那核心是什么 就是说你卖淫嫖娼这件事 我们越是打压他 越是罚他 越是用司法的手段解决他 他越麻烦 有时候越膨胀 这是一个典型的用来讲 禁毒的一个理论 你听过这个说法吗 就是说比如说英美那些国家 禁毒反毒啊 对 然后呢尤其是打击一些 所谓软性毒品 比如说大麻 对那一直以来有一个讲法是这样 你这种毒品的东西 你越是打击他 尤其像大麻那种比较容易的东西啊 你越打击他 他越流行 而且他会黑社会化 你还不如怎么样呢 很多人有这种主张 你把毒品合法化 合法化之后政府能够合法的监控 合法的监控之后呢 会出现什么效果 比方说你们今天这么赌 读隐君子要打针吧 是吧 行到我们这合法的地方来打 然后盯着你打 这保证你们不会互换针头 传染艾滋病 好像有这么一种讲法 北欧个别国家大麻是可以 打针这个从来没合法过 就是对付某些隐君子啊 他有那个诊所就是没杀同了 打那个替代的东西 日本其实也是让他为什么新开放 为什么有那么那么多色情杂志 有购物基地那样的专门提供 为你们服务的地方 他就是因为他正常的合法的 有这个东西才不会乱 你如果越是打压他越没有 完全取缔他的话 他越是在背后就像你刚才讲的 毒品一样的黑社会参入 现在把黑社会在日本 最近也在把黑社会赶开 对吧 让他色情业能拿到迟照的 你就震荡了 你不需要黑社会 他找你麻烦你可以报警的 正因为你不合法做那些事情 所以才有黑社会参入到里面 他的敲到你的钱 你不敢去报警 那你像我正规的 在在那里开一个餐厅 那是谁敢来对吧 但是这样的道理 比如说开妓院 然后你这个就跟黑社会无关了 相反黑社会还来收保护费 就像小牧讲你可以报警啊 而且你给国家缴税啊 这现产业缴很多税的 而且你发动那么多警察来抓 还不如让警察去管理 也是要警力对不对 你抓人业也要花很多精力 还有很多国家的钱 还有司法 还是对吧 你还不如好好的管理他 给他辞照 定期交 拿税 让女孩子定期去检查不就好了吗 这个就是 就你你讲话了 社会主义中国 有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情 对吧 这个是个老话题 而且李银河博士就不同意了 李银河博士的意思就是说加强教育 对吧 就是说对啊 他不是说了吗 你要对中国也有这个问题啊 潜藏的有腐败的这个问题啊 没错 如果有准入市场准入 那这市场准入可又是容易 那个门槛啊 那又又可以收钱了吗 又可以收钱了吗 所以黑社会不收 他有人收啊 对是吗 中国的情况是卡越多 对啊 收钱机会越多 而且呢 他提出的啊 小牧你是搞这行 就是说现在这个孩子们的这个性观念啊 我是觉得有点对这个性啊 是不神秘了 还是神秘 我有时候觉得他们看他们有些报道啊 我是让我觉得现在的很多女孩子 尤其是在都市当中的女孩子 也不见得甚至是县城里的女孩子 十几岁的女孩子啊 她是因为对性啊 不那么知道 反而变成了呢 很无所谓 就比如说 你说他是真了解 比如一个成年妇女 他可能知道他不能随便跟一个男人睡觉 对不对 可是呢 也许一个女中学生啊 他会觉得 尤其是周围加几个女同伴啊 跟叔叔睡一觉 有什么大不了 第一次是很疼啊 当然第一次是很疼啊 尝试尝试 但是往后呢 没什么事 没什么新衣服穿在身上了 你像他们现在在网上做调查 有一个中学生网友还在说呢 他帮这个小妹妹们算嘛 他帮一个原教妹算 说他17岁开始卖银 他卖了7年呢 他才24岁 你明白吗 这个青春还在啊 没损失什么 可是他赚了多少钱 这7年 他赚了240万人民币 所以他就羡慕啊 有这个市场 对 你所以小木我就觉得 你对现代女性的性观念 你有什么感触啊 我只能 因为我成人以后是在日本成长的 讲讲日本 对在那个环境里看 日本的女孩子呢 一般到了初中就开始有性生活 首先是初中啊 对 跟同学之间 那不违法吗 他不要只要不付钱 没关系的 不是那有没有个合法的最低的性交年龄 他16岁就可以结婚啊 日本女孩子 法律16岁就可以结婚 只要你不是用金钱买卖 哦 他是这样的 对 你是自由的 儿童他怎么办呢 儿童他要保护才行 儿童是保护 但是你不要是用金钱 对啊 只要不是金钱交易 他有这个欲望 这是人权 对啊 我也觉得你比如说像轮童的那种呢 在日本你也是犯罪啊 对啊 他不是金钱 十二三岁人家没成人 那但是不可以 他还是十六岁嘛 十六岁 但是呢 十八岁以下 完了十八岁以下的女孩子 你付的钱的话 那就抓得很厉害的 在日本 所以说他们同学之间 首先不可能说一一开始就去跟老头子啊 或者跟叔叔去做 都是同学之间先玩 但是同学之间玩 哦一试差不多了 哎再开始去卖的 哦就是你像社界王之家 先跟同志们搞一搞 然后再去找梁朝伟那样 对吧 那你觉得日本女孩子的性观念 是比中国开放 非常的开放 他可以说我做你的小亲人做个十年 等到我要结婚的你给我一笔钱 我也去到别的天 我再去找我的爱 你再去找他 分开的 讲的很清楚的 你想我跟日本人进情人酒店一定是 我第一个老婆 我的第一个 第四个吧 第八 第三个 无所谓 反正有一个 怎么样 我们一起进情人酒店的时候 就是他要付这个人一半的钱 情人酒店的钱 吃饭就是你请的钱 你为什么跟你第四个老婆进情人酒店 不是还没做老婆的时候 还没做老婆的时候 你们是那么认识的 对对对对 先做情人 对对对对对 然后先去情人酒店 还一人一半 对一人一半 日本就很很 他没觉得说你是来强 强压我什么东西 他觉得他是享受呀 对不对 这个要教育一下中国人 负得啊 真是负得 没错 所以人家日本呢 是说的说的明白分的清楚 对对对吧 要你的钱那就要提供服务 那就是属于卖的 对对 要不然咱们是平等的 对AA制的 对对对对吧 是这么 他是互相在享受 但是你看啊 你们互相在享受 对对对 这话说的太好了 日本情色摄影大师 有一个叫米元康正的吗 米元康正日前接受采访 他说呀 中国其实中国人并不如外表那么含蓄 喜欢色情的人很多 说中国人的性欲比日本人强烈 你感觉呢 其实我想人都是一样 人都是一样 不管是哪个国家 都一样 特别中国和日本都是东方人 长得也差不多 体型也差不多 我想我们只是社会环境 中国呢 就把这个看得好像下流的 对对对 看得很低俗 不敢公开讲 只有你的节目还是好好讲 我还引用呢 你看啊 到2009年 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日本女高中生 这三分之一啊 承认自己有援助交际行为 香港的调查啊 3000名是平均15岁的学生 也是差不多三分之一吧 32%的人 坦言会同 他只是说会 坦言就是说我会 为换取报酬跟陌生人干 甚至有137个人承认 那只是自己曾经参与 进办来自名牌学校 那只是3000个学生里面 有一百多个学生 而且日本还有个作家 他女作家叫中山美里 他当年他说自传就叫我的16岁圆交手记 你看他还得把他审美方向描写 在东京的繁华商圈 我开着令人瞩目的红色跑车 住着豪宅 打开房门 宽敞无比的柔软明床 床都是明床啊 翻滚荡漾在令人心荡神弛的亚麻床罩之上 哎怎么睡在床罩上 没开床啊 床罩之上 现在却以毫无踪影 只留下一片回忆浮荡在空气之中 你看这日本人哎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 目前看有这个趋势 就是说 是不是我们观念有问题 哎 假如说啊 未来社会有一天 这个女人们呢 觉得性 确实完全不是一回事 跟吃饭喝水 没什么两样 甚至是就为了乐 是吧 大街上碰见一人 高兴高兴耍耍耍 就耍耍完了 就完了 对吧 假如真的观念变成了这样 社会有什么危险 不见得会太有危险 因为真的 因为其实 其实我们也有过这个阶段 人类有过这个阶段 比如说中国早期 或者欧洲中古的时候 哪怕是中古时期 农村里面 这是很随便的事情 这不见得会出什么大乱子 这个礼法秩序 基本上还是能够维持的 那要是换钱的话 会出大乱的吗 换钱的话 他有需要 他有这个市场 我觉得也正常 因为照我的 说实际上 照我比较落后的感觉 我还是停留在 我感觉 女人你不给她点好处 她不会跟你上床 对吧 这是我的落后的理解 但是同时在另一方面 如果女人能够完全对这事 觉得没什么 那能换为什么不换 其实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可能在我们中国 女人把自己当作一种商品 所以她才会去援交 所以才会就是要赚了几百万 或者几十万 其实当然日本也有 但是很多更多的是 就是大家是 我们就是只是找乐也好 是生理需要也好 还有是投缘 我们才做这件事 对 我觉得小木说的太对了 对 不是说见一个人 我就想就能去上场 你说的太对了 那天我听着李敖也算过来人 他讲一个话 我觉得也有体会 他说美女 你如果没有承诺 他是不会让你爬到他身上的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我想不只是 小木刚刚说的对的地方在哪 就不只是女人把自己当商品 今天我们的父母 也常常把女儿当商品 对 摇签树 对 所以就会变成就卖的价的好不好 其实你换个扯想 那叫卖的好不好 有没有卖贱了 有没有卖便宜了 对 就是这个 所以你这么说 李银河博士还是指出了根本 根本上现在咱们这个社会 还没摆脱这种观念 就是说性是可以换利益的 换好处的换承诺的 甚至是换天长地久的 你保证我天长地久 妹妹跟你玩一把 也是一种 这是 不过我在想就是 你说到像中国人这种观念 当然 但其实全世界也都 自古以来就卖淫 嘛 但是我觉得我们 比较可怕的是 我们今天年婚姻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别的地方概概都不是 N个字就说了嘛 合法卖淫 对 这是合法卖淫 对吧 没有爱情的婚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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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